大家好,我是老鱼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拍摄风光的一种滤镜 这就是ND滤镜 什么是ND滤镜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减光镜 它的作用就是减光 ND滤镜有很多素质 大家常看到的是 ND2,ND4,ND8 然后乘以2的倍数往上增长 16,32,64 以此类推往后涨 这个素质是什么意思呢 ND2就是代表减光一挡 可以减光一挡 它的快门速度可以增加到原来的2倍 比如说原来我可以用 一千分之一秒拍摄的风光 加上ND2的滤镜以后 它可以放慢快门速度2倍 那么它就可以使用500分之一秒的拍摄速度 ND滤镜用于我们白天来拍摄流云 流水 比如说拍摄瀑布流水的话 那白天由于光线的作用 你肯定拍不出那种雾化拉丝的那种效果 我们通过ND镜的加持呢 可以降低快门的速度 可以放慢快门的速度 来达到我们想要拍摄的那种雾化的效果 我手里拿的这款滤镜是ND的1000 它可以降低曝光量 10挡 它可以把拍摄物体的快门放慢到原来的1000倍 比如说你原来拍摄用一千分之一秒可以的 它就可以放慢到一秒 它是我们拍摄风光的一款利器 必不可少的滤镜 我手里拿的这款是150乘150毫米的一款ND1000的滤镜 它很大 它这个是我们超广镜头拍摄风光时使用的 因为超广镜头都是灯泡头 它必须通过滤镜的支架连接到镜头上 然后再把相机支到我们的三角架上 因为拍摄这些题材必须使用三角架快门线 不能让相机因为暗动快门而产生晃动 这样影响拍摄一些效果 这张相片是我到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 是用了这个ND1000的滤镜 还加一个ND0.9的正向渐变 它两个镜片的组合拍摄的一张黄果树的照片 白天你想拍出这种雾化拉丝的这种效果 那就必须配以滤镜的加持 有了它才能降低我们的快门速度 增加我们的曝光时间 产生这种特殊的效果 以上是我关于ND1000滤镜的原理 还有使用效果给大家做了一下说明 相信大家通过我的介绍 会对ND滤镜有了一定的了解 拍摄不同光线下的风光 使用的ND滤镜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要拍摄的题材 和当时的光线来决定自己使用的滤镜 我是云游的老鱼 喜欢我的观点就关注我一下 让我们共同学习一起提高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